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审计学下 各位同学好 我们今天向大家介绍 我们审计学的第35讲 35讲可以讲是一个独立的讲师 它的主要探讨就是审计抽样 那么在教材部分 就要请大家参考我们第22章的内容 那么今天这讲师 可能分下面几个单元向大家介绍 那么第一个单元所介绍的就是 审计抽样的意义 那么第二个我们探讨就是抽样方法 那么第三个就是抽样计划的意义 以及类别 最后我们来评估抽样风险 首先我想我们谈一个基本观念 就是为什么会有抽样的问题 各位都知道我们整个审计学到这边为止 其实就审计部分大概在上一小时就告一段落 那么今天谈抽样 主要就是大家想到 我们快试查核是对财务报表查核来表示意见 来收集我们的所谓足够的实现证据 才能对财务报表表示意见 可是大家也知道一个财务报表 它是由很多很多交易汇总而成 所以我们学快试都知道 先要做整理 然后再记录 再分类 再汇总 这才可能产生财务报表 所以财务报表是有很多很多的交易 大的公司可能一年是几千万笔 甚至上亿笔都有可能所汇集而成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在查核的时候 你可不可能就每一笔每一笔查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它实际上不可能 可是在这么多的交易里面 你到底又抽哪些 就选哪几笔的 你不能随即便便 你总要有一个科学的方法 当然在基本上告诉我们 你不能全面查 谁要用抽查方式 那既然用抽查方式 刚才讲 我们要有一种科学方法 否则你抽查的结果 会发生很大很多误失 这当然在我们这个讲词都会讲到 所以我们审计的抽样 是基于我们实务上的一个需要 必须要用抽查的方法 来完成我们审计工作 那就如何抽查 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讲词 简单介绍一点 所谓抽样观点 那当然整个抽样问题 实际在统计学时在探讨 那如果我们学审计的人 当然也要了解 这一方面的一个简单知识 当然在整一个事务所里面 可能对这方面也有专精力 就如同我们在下一讲词 讲到所谓电脑审计的时候 也有所谓IT人员 那现在我们再探讨 这个讲词的第一个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审计抽样的意义 那审计抽样 首先我们了解什么叫做审计抽样 这在我们公报第26号 26号公报就叫做审计抽样 它第三条就对它下了一个定义 他说审计抽样是指查人员 针对某一类交易或某一科目余额 他所选取样本来执行遵行 或者正式查的程序 以获取以及评估有关 这个交易或这个科目余额 它特性的一种证据 并据作成推估母体特性的一个查核结论 这就是我们审计抽样的基本定义 我想懂得所谓抽样和抽查人 都知道这个基本概念 好 这是第一个我们了解定义 那第二个可能我们就去 简单介绍一下抽样的方法 抽样方法 那抽样方法当然很多 在我们一般常见 大概我们介绍下面这几种 第一种叫做随意抽样法 什么叫随意抽样法 就是一个审计一个职业的判断 就是我们讲的专业判断 而主观的去选取样本 这就是随意抽样法 随意抽样法 其实或许认为是没有一个 比较科学的方法去选样 但基本上它是一个专业判断 专业判断各位知道 专业判断 它当然它就会去判断说 哪些比较重要 哪些应该抽出来 哪些可以不必要 这是在我们整个学审计 学会计的人 都知道一个重要性物理 重要性物理其实就用在这方面 所以这是第一个抽样的方法 我们看第二个抽样法 叫说所谓集体抽样法 集体抽样法就是 选取某一个期间 或某一组连续的数字 或者是某组的我们讲按照顺序字母中的 整体的项目作为一个样本 这叫集体策法 那简单讲就是说 我们可以选几某一期 好比说我们再去要看应收账款 这个收款情形 现金处理情形 我们查现金的时候 我可以选四月五月这两个月 那就这两个月这个期间都是我们抽样的 我们看来现金的收支 现金处理中间有没有问题 当然基本上现金就是什么一个螺用呢 一般各位学审计学员就叫所谓叫藤螺 就是收甲记到乙的账 然后收饼算乙的账 这样叫藤螺 其实就是这个螺用概念 那我们这个这个抽样法 就是我们选某一组群某一个期间 四月五月六月 或是某一个号码几号到几号 这一段五十号都这样 所以这是我们讲第二种叫集体抽样法 那么第三种 第三方叫随机抽样 那随机抽样就是一般讲 它利用一个乱述 就是可能并没有一个规则在里面 利用这个来选取 我们想要审核的样本的项目 当然是一个随机抽样法 它的特性是在母体每个项目 它都有都有所谓均等的机会被选取 就是说就像我们大家看那个 大乐透开讲一样 它的号码都丢进去 都丢进去 好比不管十八个或三十几个号码都丢进去 但是每一个都可能被抽到 被被抽到 所以这是一个随机抽样 到底你怎么样去选 大家就看它那个球怎么样滚动 那至于一般来讲 随机抽样法可能大概所谓乱述 可能是用下面几种的资料来选取 有哪些的方法 就是第一个它可能有一个所谓编制一个乱述表 一般你看省一些 大概就是乱述表 乱述表你看它有什么逻辑 好像看不出来有什么逻辑 第二个就是可能一个电脑程式的一个运作 运作来做选择 当然也有可能我们一般的电脑机器 但是它具有一个统计功能的 可能不是我们一般的电脑机器 具有统计功能的一个电脑机器 那这边我们可以去选出我们所谓的乱述 所以这是第三种的方法 那么最后一种抽样法 我们常见就是一个所谓叫做系统抽样法 系统抽样法就是在整个母体里面 所以按照一个或数个随机起点 来选举每隔多少号 我们来求求一个 来作为样本 这是这个抽样法 那简单讲什么意思呢 好像这边有一千个 一千个母体整个是一千个 那我们怎么选呢 我们从第六号开始 每隔五号选一个 每隔五号选一个 那这样的话 当然是每个都有可能 那就看你是从什么来选 但基本上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它都是针对整个母体去选择 当然你有可能比较科学的 或是感觉是没有 好像感觉上不是具备科学 但基本上它是有它的一个根据 这个根据 那这都是在我们选样 当然选样的时候 主要是选出来这些所谓的样本 判断它的特性 然后把这样本的特性认为 就推认为整个母体也是这样的科学 所以这是我们抽样的一个基因过来 好 讲到这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现在我们就要了解一下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抽样方法 但是我认为要搭配另外一个技术 对于抽样所造成的风险会更加低点 什么样技术呢 叫做分层技术 分层技术 那现在我们就要探讨一下 什么叫分层技术 所谓分层技术就是将母体 划分为相对同质的若干小组 就是我们分层一组一组的 然后就每一小组或某一层级 分别来抽样 那抽样上当然就按照前面四种方法 那样本的结果 可能你可能是去单独去评估 也有可能你就整体评估都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那这个在这边来讲 我们要了解 所以在分层的时候 审计员可以针对所谓重要性不同的层次 来分别采用所谓不同的审计程序 好比说对最重要的项目 所在的这个层次 你可能在进行抽样的时候 可能抽百分之百 可能比较重要的部分 你可能就抽的比例比较少 那这个我想我们再花点时间 跟大家说明 所以分层技术就是什么 就把这个整个母体面 分成好几个层次 或是分好几组 我们打个比方 你要对应收账款寒证 寒证假设你的应收账款 明信里面有五百个客户 那五百个客户 你可能只有五百个客户 按照前面四种方法你再选择 你也可能先做一个分层技术 就把五百客户每个分 欠款金额就应收账款 是一百万以上一个层次 五十万到一百万的是一个层次 十万到五十万一个层次 十万以下是一个层次 好 你分了这些层次之后 那你怎么抽 说不定你说一百万以上的 我全部都抽 全部都要含证 那么五十万到一百万的 好比说含百分之五十 或是含多少 那十万到五十万的 你的比例可能下降 那十万以下可能比例更下降 那这样的话 你所选择的样本来讲 可能更容易去推估整体 整个母体的样本 这是更加的比较恰当 所以这是分层技术 适用在上面这四种方法里面的 等于一个辅助方法 这在整个我们选样的时候 其实很重要 尤其在我们审计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 因为有很多寒症 它因为这个 有很多重要性 与不重要的概念问题 所以我们要用这种方法 这是我们对这个抽样方法 做一个再进一层的说明 那下面我们就要探导 这个单元的第三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是讲到抽样的计划 它的意义 以及它的类别 当然首先我们要去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抽样计划 那抽样计划的意思就是 用来完成特定审计目标的 一种统计抽样的程序 因为我们审计目标 说实在这两个 我们整个探讨审计的时候 其实其实目标最两个 一个对内部控制 是不是妥当 一个报表表达 是不是云荡 同样道理我们在抽样的时候 也是想要达到这两个目标的时候 我们看看怎么样的递定 所谓讲的审计抽样计划 那刚才也就从定义里面了解到 我们达成审计目标的 一个所谓程序 那至于审计抽样的 所谓的计划的一个类别 有哪些呢 一共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属性抽样计划 属性抽样计划 什么叫属性抽样计划呢 这个计划主要是用在内部控制的 遵循查程序 也就是遵循查程序中 我们审计员主要在目的在 在估计 在所谓规定的控制程序之下 它的遵循率或是偏差率 这什么意思 我们在查核的工作里面 我们整个审计查核部队面 先要了解内部控制 什么在执行我们内部控制等等 在最后要评估 所以我们主要是在讲什么 讲这个内部控制是不是妥当 在内部控制是不是妥当 我们要去复合它交易流程 所以我们也要选样本 那选样本主要目的在哪边 主要看它是不是按照 它所谓按照规定 我们是不是有效执行 所以有效执行 当然假如它没有有效执行 或者造成所谓 有没有偏离它的规定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属性抽样 就是看你这个内部控制 简单讲 你到底属于可信的 还是不可信的 就是你会偏离到你的一个规定 是不是偏离 偏差太多 我规定是这样子 这样子规定这样做 好 因为我们除了实际是 按照这个步骤去做 可是你真正在执行 有很多实践里面 就有一两件偏差 那就不行 那这样的话 可能你的内部控制 我们认为你就不一定妥当 不一定妥当 那至于所谓属性 所谓的抽样的计划 到底一般有哪几种呢 我们可以简单一下 了解名字叫 一个叫属性估计抽样 一个叫做显像抽样 那详细内容 可能就要请麻烦 看书上的一个介绍 好 这是第一种 叫做属性抽样计划 那第二个叫做变量抽样计划 所谓变量抽样计划 当然它目的就和刚才不一样 它主要用在账户余额的 政治查程序 前面是叫所谓的控制查程序 控制查程序 就是我们叫控制设施 那这个是政治设施 当然它主要是在提供 一个审计员对于 估计货币金额方面的一个技术 因为我们讲到 审计的两大目标 一个是内部控制是不是妥当 一个是所谓的报表表达 是不是妥当 那既然是报表表达 当然是偏重在货币数量问题 货币数量问题 所以我们的所谓抽样计划 其实也有这两个 一个针对内部控制 一个针对报表 那至于针对报表 就是所谓变量抽样计划 那至于这个计划里面 大概是用下面这两种方法 第一个就是所谓 每单位平均数的估计 第二个就是所谓比例 或者是差额估计 当然详细内容 请各位还是参考 我们教练内容 那下面有可能我们要介绍 这个讲词的最后的一个单元 就是评估抽样风险 评估抽样风险 那首先当然我们要了解 所谓的风险 按照我们一般概念 当然新的公报稍微有点修正 只是把所谓查风险的固有风险 控制风险以及增长风险 它做重新一个分类而已 重新一个分类而已 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 摆在一块 另外再增长风险 那基本上查风险是有这三个 所谓固有风险 控制风险以及增长风险 不过我们要了解 固有风险以及控制风险 它的存在是和审计抽样 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固有风险 它是原来本来就在 你抽样多少没有关系 它就是与生俱来 天生就是这样子的 那控制风险也是这样 就是你这个内部控制 其实如何 你就是这样子的结果 所以它们和抽样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侦查风险 侦查风险就会因为抽样 而引起抽样的风险 当然我讲的是控制风险 或因为你的抽样的结果 会对于你的评估会有问题 至于本身的控制风险 其实并不因为你抽样 会有什么变化 只是你抽样的结果 你对于控制风险的评估 会产生偏差 所以我们讲的 所谓抽样风险 它是产生在侦查风险面 我们整个的查核风险是有三个 但是主要抽样是跟侦查风险 是有关联的关联 好 那么下面我们还要探讨一下 抽样风险的意义 什么叫抽样风险 就是一个查人 依据抽样结果 所做成的一个结论 与查核 所谓我们讲的母体的全部 全部的项目 应有的结论 它有不同的可能性 不同的可能性 另外我们讲说 通常一个抽样的风险 它和样本量是一个反方 所谓我们讲反向 就反比例的关系 简单讲就是样本量越小 那抽样风险相对就越高 当然你样本量越高的话 当然抽样风险就越低 当然这个是要看你的拿捏的 一个专业的话 你说抽样风险多的话 多到变成全部抽样 都抽的话 那就没有意义 失掉抽样的一个本意 那事实上 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那站在一个 受委托者这样 他可能也没有 那么多的财力 支付你这种 接近于 所谓全面详细查的情况之下 可能他没有办法 所以抽样是有必要 是有必要 但是我们基本观念要了解 这本观念 因为抽样风险就是说 你抽样样本 所评估的结果 可能作为推论 这个整个母体化 可能会发生偏差 这是我们抽样风险的 主要的意义 那接到这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现在继续探讨 所谓抽样风险 我们了解 抽样 其实它有很多的方式 当然主要是针对 我们审计目标来 那审计目标 一个是对内部控制 是不是妥当 来做一个查核 另外再对于财务报表 所谓是不是允荡 最长 因而在这两个方面 都可能会产生风险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探讨 对于内部控制部分 它风险是哪些 也就是我们讲到 控制测试下的 一个抽样风险 那对于控制测试下的 抽样风险 大概有两个 第一个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所谓 信赖不足风险 信赖不足风险 那什么叫信赖不足风险 就是一个受查者 它内部控制制度 事实上可以 信赖程度比较高 但是由于你抽样结果 却导致了什么 查核员做成 信赖程度较低的一个结论 这样的风险 就是信赖不足风险 好 我们先了解 我们就看另外一个风险 叫做过度信赖风险 过度信赖风险 就正好是一个相反 就是受查者 内部控制制度 事实上可以信赖的 在程度比较低 可以信赖的程度比较低 但是抽样结果 却导致查人员 做成信赖程度较高的 一个结论风险 所以这是在控制 测试下的两个风险 我们稍微在花点时间 向大家说明 一个是叫做信赖不足 一个是过度信赖 信赖不足是明明 这个内部控制可以信赖 就是它都很有效 但是由于你的抽样结果 所谓选样不当 造成你这个样本 告诉你说 这个制度不可以信赖 不可以信赖 因而你就认为 整个制度不可以信赖 这是叫信赖不足 那相反的 就是过度信赖 明明是不可以信赖 明明是不可以信赖 由于抽样不当 抽样不当 造成你对它有信赖 所以这两个事 可能算是 不能算是两个极端 至少是两个 不同的一个风险 这是在控制测试下 可能会造成 好 我们再看另外一种测试 就是所谓的正式测试 那正式测试 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同样它是两个 第一个叫做 不当拒绝风险 不当拒绝风险 所以不当拒绝风险 就是一个受伤的科目余额 事实上并没有发生 重大的错误 可是由于抽样结果 却显示有重大错误 而导致查人 做成不予接受 一种的风险 到时候我不接受这个结论 这是一个风险 就是不当拒绝 该接受你不接受 就是你等于拒绝掉 这一种 相对的当然就有一个 所谓的不当接受风险 不当接受风险 正好和刚才意思 正好是相反 就是一个受伤者 他的所谓科目余额 事实上存有重大错误 不过你因为抽样结果 却显示没有重大错误 因而这样子导致查人 做成可以接受结论的 一种风险 所以这两个风险 就跟刚才我们控制风险 是一样概念 一个是你不当拒绝 一个是不当接受 当我们讲科目余额 主要就是 因为正式测试 正式测试 主要是针对财务报表 他们的余额的数字 是不是正确 是不是允荡 那么你抽样结果 发现到说 这个可能不能接受 事实上它可以接受 事实上中间并没有 重大的错误 而你因为抽样的不当 认为它有重大错误 所以你就不接受它 同样的道理 明明它里面有重大错误 因为你选样的时候 可能没有选择到 发现到 你整个选样结果没有问题 因而你就推论 整个母体 认为是没有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两个 简单是不同的一种情况 好 那么由于控制测试 有这种两个风险 正式有两个风险 假如我们把它一个组合下来 会变成怎么样的风险 我们下面就是来 所谓抽样风险的一个评估了 抽样风险一个评估 那评估我们做一个结论好了 当你假如是出现是 信赖不足风险 以及不当拒绝风险的时候 那这两个倒霉关系 因为它只是跟 查核效率关系 信赖不足就是说 明明可以信赖 而你不信赖 明明可以接受 你不接受 所以这样的话 你最多是多花时间 多去再收集一些证据 收集一些样本 那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查核实践大厂 所以它跟效率关系 所以它讲 这两种风险通常只是 导致一个查核人员 在执行额外工作 就是多做一些工作 所以降低了查核的效率 可是它并没有降低 审计的一个效果 因为我们整个的一个工作 绩效 绩效的评估就是 效率面和效果面问题 可是这两个风险 只是效率的降低 多花时间 可是整个审计的效果 并不会降低 整个审计效果是造成 我们出去报告 然后阅读报表者 能够非常信贷 可以很安心的使用这报表 所以这是第一种的组合情况 那么第二种 就是假如你是过度信贷的风险 不当接受的风险 那这个解释 那就危险度高了 因为这两个是和查核效果的关系 所以这两种风险就可能导致什么 就可能导致会计师 你的查员对财务表表示不当意见 因为这两个造成什么 明明不能信赖 你信赖 明明不能接受 接受 所以这就会形成 那可能整个来讲 应该出去保留意见的 你可能出去所谓无保留意见 明明应该根本不能够 所谓表达意见 可能当然我们讲 无法表现是不太恰当 可能你是否定意见 你可能有保留意见 就是你因为这两个风险 造成你在出具查核报告的 意见表达的时候 可能是不适当 那意见表达不适当 在我们国内从实务角度上 就会有一种签证不实概念 那签证不实在会计师法里面 亲者行政处分 只是所谓停业 当然最严重的是调照 当然最严重的 可能会涉及到刑事问题 民事赔偿 刑事等等都在里面 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慎重 必须要慎重 所以这个对整个 我们抽样来讲 假如说我们讲信赖不足没有关系 不当拒绝 其实也无所谓 当然假如你碰到 万一碰到所谓过度信贷 或不当接受的话 我想这就比较危险 当避免这些事情发生 你其实在选样的时候 选样的时候要多注意 其实就可以解决 也就可以排除这些问题 排除这问题 好 那么对于审计抽样 也就是审计抽样 大概我们介绍到这边为止 那剩下时间 我们要介绍这个讲词的一个重要观念 那么这个讲词的重要观念 是讲什么 抽样方法多少有风险存在 多少有风险存在 那简单讲我们抽样方法有很多 也看到这些风险 那基本上你不管怎么样抽 它都有风险的存在 都有风险 那只不过说你的风险要有多少 所以我们在讲到那个 不管是属性抽样 或是险性抽样的时候 或变量抽样的时候 各位注意到 或各种方法的时候 那两种抽样计划里面 都会讲到你的什么风险的水准 也就是说我在抽样的时候 我能够接受多少风险 你能够承受 好比是5%风险 10%还是多少 就是你要把风险水准 要定下来 然后才能够决定 你抽样的样本 也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抽样的方法 不管采用再怎么科学的方法 它都会有风险存在 只不过我们在风险降低到 可以接受的水准 那这个可以接受的水准 实际上这个水准 对快适而言 是没有什么责任 其实对于报表水准者 也不会影响 就是即使出现这种的现象 这种风险水准之下的问题 就是假如说 有这个错误的叙述 那这叙述不重大 不重大就不会影响到 你报表使用者 那不影响到 当然就没有关系 所以你说我要风险变成零 说老实话 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只要达到 那个风险能够承受的程度 也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我们在讲到 所谓抽样观念的时候 我想大家都应该了解 所以抽样方法 多少有风险存在 就好比 你既然大家看到什么 物件调查 物件调查 什么有3%的误差 那这个误差 假如差距3% 实际上等于就没有差距 实际上它的道理 就是就让大家 有这个概念在里面 我想我们这个讲词 中文观念 也就告知各位这些现象 我们这个讲词 接到这边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